違規左轉轎車撞機車 路人CPR救回騎士心跳 早上6點左右 台中文心路與台灣大道口 有輛黑色轎車 行駛在禁止左轉的台灣大道 轎車違規左轉後 撞上執行的23歲簡姓女騎士 女騎士被撞後投破血流 一度沒了生命跡象 有民眾路過見傷者慘狀 主動幫忙失作CPR 直到救護車抵達後 熱心民眾交棒給救護員吉利去 救護員也繼續CPR 送醫途中傷者終於恢復了心跳 肇事駕駛為張姓男子 警方表示他沒有酒駕行為 而張男自己也說 沒想到會闖下大禍 地方中心台中報導 小明星級,拜託的拍攝 超級別人的相處 各位就沒有提交